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火甘肃传递结束 祥云跨越黄河第一桥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广东首个赴台旅行团昨天抵达日月潭继续展开台湾之旅 虽然天宫不作美 下起大雨 但是团员却认为雨后的日月潭有种朦胧之美 不枉此行 谭圣廷报道 日月潭这个地方虽然大部分广东人都没去过 但是就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为了迎接大陆游客的到来 经典的观光船整势一心 还为游客们准备了台湾的水果特产 例如凤梨 芒果等 要是游客更多的话 我们必定会更好的船 然后更好的服务 踏上欣赏日月潭之旅的游客们早已经兴奋不已 不停地在船上找角度拍照留念 转到拉鲁岛时天空仍下着雨 但是游客们都情不自禁地大叫 日月潭好美 旅行社方面说 随着台湾旅游的进一步开放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种美的经历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感受到 广东首个赴台旅游团 昨天双喜临门 年纪最小的游客和年纪最大的一对游客 同时吹蜡烛 究竟是什么起事 一起和谭盛婷去了解一下 蛋糕一到 团友们立刻唱起了生日歌 生日的是今年23岁的广州游客陈强 性格勉腆的他说 得知可以去台湾旅游 出发前已经好几天睡不着了 这次这么多人帮自己庆祝生日 心情更是难以形容 好激动 好兴奋 好开心 一起吹蜡烛的还有乌建志先生夫妇 今年两夫妻已经结婚40年 正式踏入祖母绿婚 仍然是相当的恩爱 老先生还亲自为老太太吃蛋糕 全场气氛推至最高点 终于梦想成真了 希望在今后60周年 就会记得到 再来保岛台湾 上观光旅游 那就更有意义了 广之电视记者谭盛婷在台湾南投的报道 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昨天接受采访时说 达赖私人代表贾日洛迪 格桑兼赞已经表示 愿意接受中央提出的四个不支持的要求 成为这次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接触的一个重要进展 根据达赖私人代表的要求 中央统战部原则同意在今年内与达赖方面再次接触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公告表示 定于2008年7月8号发行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一张 纪念钞面值10元 与现行流通人民币具有相同职能 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 北京律师董政委日前就铁道部收取退票手续费一时 向国家发改委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铁道部 提交了一份请求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益的建议申请书 并在7月3号收到了发改委的回函 在回函中发改委明确表示 在几种情况下铁道部不应该收取退票费 并表示已经向铁道部建议 有条件的取消铁路客运退票费 这也是国家发改委首次向铁道部发出取消退票手续费的建议 但发改委同时也承认 责令铁路运输企业停止收取退票费存在法律障碍 而铁道部之前就发函回复了董政委的建议申请书 表示近期铁道部已经启动了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修订工作 在新的规程搬行之后 火车票现成当日当次车在三日内到有效的规定 将做相应的修改 但是对于发改委有关退票费问题的建议 截至目前铁道部没有正面回应 广州电视编辑报道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五九煤矿5号发生的事故 经抢险人员警下搜救和公安人员排查走访 初步确认已造成21名矿工遇难 7名矿工自行出警 救护人员救出此人 事故原因和人员清查工作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截至昨天下午16点 据湖北省明镇厅统计 7月1号以来的暴雨洪涝灾害 共造成全省28个县市区受灾 因灾死亡12人 失踪3人 直接经济损失7亿2400多万元 汶川地震后 由乌龙转移到亚安的大熊猫国国 在昨天早上产下一对双胞胎 也是今年首支产彩的大熊猫 昨天凌晨 大熊猫国国出现了明显的产权行为 早上7点52分 随着一声啼叫声 今年全球第一只大熊猫宝宝顺利诞生 随后8点36分 双胞胎第二载也顺利产下 目前国国精神状态较好 母子平安 这对双胞胎中先出生的熊猫宝宝 体重为170克 后出生的熊猫宝宝 由于一直被国国抱着 所以无法称量体重 熊猫妈妈国国今年12岁 是地震后 由沃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转移到该中心 亚安避风峡基地的大熊猫之一 今年3月成功配种 512大地震发生后 由于眷射被毁 国国受到惊吓逃出了眷外 当天下午 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便把它找回 6月24号 作为首批被转移的 发情配种的大熊猫 国国被安全送达 亚安避风峡基地 广州电视编辑报道 象征中国客家文化的福建土楼建筑群 昨天在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深移成功 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福建土楼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山区名居建筑 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 土楼的出现原为千百年前 在蛮荒动乱的年代 客家鲜民历尽千辛万苦 南千落脚福建境内 为了抵御盗匪的侵袭和野兽的威胁 客家人用当地生土 杀石竹木等 将房屋夯住成一个围屋的形状 除了滋味防御 还有防火 防震 防兽和通风采光等作用 中国教育学会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等机构 过去一年利用眼洞仪研究儿童 学习汉字输入 希望进一步了解小朋友 在汉字输入时的认知心理特点 帮助他们提高汉字输入效率 有五定环奖下 研究采用的眼洞仪 通过红外线扫描 与眼角膜反射云里 实施记录小朋友 学习汉字输入时眼球的活动 红点是眼球的运动轨迹 这些斑点表示 眼球在屏幕注视最多的地方 参与研究的专家说 通过记录使用不同的汉字输入法 输入单字 词组及句子时 眼球运动的注视次数 平均注视时间 及瞳孔直径的变化等指标 可以研究儿童在汉字输入过程中的 认知心理活动 从而分析大脑左右两个半球 在汉字输入时的功能协调 进而了解 什么样的汉字输入法 更加适合儿童学习与应用 我小朋友 他是不是很好的应用了 这种编码的功德 他的加工 他的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错误 那么过去的话是不知道 现在有了严重研究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课题组过去一年 在全国12个省市的幼儿园 开展试验 专家说 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由于人的心理活动较为复杂 究竟什么样的汉字输入法 更加适合儿童学习 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广直电视记者 吴定环报道 北京奥运圣火今天上午在甘肃省的省惠兰州市 进行省内最后一站的传递 起跑仪式在黄河第一桥之称的中山桥旁举行 首棒火炬手是隆南市抗震救灾英雄田羽 全长27公里的传递路线 由296名火炬手共同完成接力 其中包括来自天水站的27名火炬手 圣火在经过银滩大桥 黄河大桥等多处景点后 到达终点水车博览员 最后一帮火炬手 兰州籍著名主持人朱军点燃圣火盆 传递活动圆满结束 圣火明天将前往内蒙古霍荷号特使 继续传递 稍后的新闻您将看到 八国峰会今天看幕 能源和粮食成交点 巴基斯坦首都发生爆炸 11名警察死亡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看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